俗语 要想家里富 屋中放寺物 指的是哪寺物 你家有吗 经常听奶奶说 要想家里富 屋中放寺物 小时候 觉得这句话有些迷信 家里是否富裕 跟放什么东西 有何关系呢 后来长大了 了解这句话中的寺物之后 才发现这句话 很有道理 原来老人说的那些 代代相传的俗语 并不是他们信口拈来 而是智慧的结晶 一放 书籍 要是家里放满了书 那这家人的未来 肯定不会差 俗话说 书中自有黄金屋 喜欢看书的人 他们的眼界和格局 都会比一般人高出很多 通过看书 会了解很多知识 哪怕是足不出户 也能领略历史文化 丰富精神世界的同时 也能给生活和工作 提供更多宝贵经验 都说知识改变命运 相信不久后的未来 这些看过的书 都会变成生活中的锦囊妙计 工作中的垫脚石 二放 葫芦 很多家庭 都有摆放葫芦的习惯 一直觉得 它就是普通的摆件 起到装饰的作用而已 后来了解 葫芦的意义 才知道 主人的用心良苦 原来生活 真的靠细节 葫芦 也代表着 葫芦 是好运的象征 在传统文化中 葫芦的寓意特别美好 是极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宝物 把葫芦摆在家里 就好像把好运带回家一样 透过葫芦 仿佛看到了美好的生活 心情都顺带着变美好 葫芦是典型的高产植物 很多刚结婚的小夫妻 会在家里摆上葫芦 一是 希望婚后的生活幸福甜蜜 二是 希望小两口多子多福 三方 寓意好的摆件 中国人讲究好彩头 家里的所有物品 大家在挑选的时候 都会先看看它的寓意 只要寓意足够好 无论是摆件还是字画 都是可以的 像家和万事兴年年有余的字画 以及财神 提修之类的摆件 都是不二的选择 老人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觉得寓意好的摆件 会让日子越过越好 至于那些造型奇特的摆件 最好就别带回家了 这些摆件 这些摆件和传统文化相悖 会影响家里的风水 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四方 绿植 家庭付不付 看看它的花草绿植 就有答案 很现实的问题 若是一日三餐都发愁 哪里会有闲情意志 去养花草呢 能把时间和精力花在绿植上 说明这个家庭的经济能力 不算太差 最起码 能抽出时间去照顾花草 说真的 养绿植的过程 真的很治愈人心 再多的烦恼和压力 都会在看到绿植的一瞬间 得到很多缓解 心情好了 自然就有更多精力去工作 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 而且 家里有了绿植的加入 看起来会更赏心悦目 就连家里的空气 也变得更加清新 特别舒适 老人的这句话 藏着他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葫芦和寓意好的摆件 可能多少带着一些迷信成分 可是书籍和绿植 却是很多人实践出来的结果 确实会让家里越变越好 人过五时 出现这些预兆 说明老天爷在帮你 其实老天从来都是公平的 不会放弃每一个好人 也不会放过每一个坏人 不会辜负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 也不会对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 视而不见 而不会忽略善良的人 老天从来都在看住我们的一举一动 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而已 当老天要度你的时候 必定是先让你吃苦 才会有苦尽甘来 才会让你顺利过关 没有成功是随随便便的 人在走上坡路的时候 都是很难的 只要你愿意走过去 那么老天始终都不会亏待你 有时候遇到意外 所谓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老天不想你这么早离开 就会让你继续活下去 给福气你享受 上天都是有好生之德的 总是在度有缘人 只有吃过大苦 受过大累的人 才会明白 上天为你关闭一扇门的同时 也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人过五十 出现这些预兆 说明老天爷在帮你 一 一切刚刚好 这是老天对你的眷顾 在一些家庭中 你身为一个五十岁后的父母 看住自己弟子女 渐渐长大成人 而自己一路走来 都是在辛勤劳作 不怨不恨 即使家庭贫寒 但是靠住一家人的努力 子女听话孝顺 也努力学习 奋发图强 希望能够用知识改变命运 当你的孩子在考大学的时候 分数线刚刚好考到了一所 非常好的大学 说明这是老天也在帮你 你的家庭 或许因为孩子的出息 而光宗耀祖了 你这么多年对这个家庭的付出 这孩子的培养和教育 也因此有了成效 或许命中带有一点运气 却也是一个努力 过后必然的结果 人过五十 所谓到了知天命的年纪 然而在生活中 如果出现很多事情都是刚刚好的状态 说明老天都在帮你 差一点都不行了 那是幸运的 是家中要兴旺的状态 如果一个人五十岁后 依然有很多做得刚刚好 却不亏不得 也是一种安稳的状态 不是坏事 而是好兆头 二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说明老天在拯救你 想起之前看到的一张照片中 一对中年夫妻靠住车回家 因为看不清路 而导致了发生车祸 车子直接撞上了消防柱上 但是幸好的是 这对夫妻身体都没时磨大碍 这对夫妻从生死关中走了一遭 觉得这是自己的一种福气 没有出什么大事 便是老天对自己的眷顾 然后在破烂的车子面前 拍了一张合影 人生无常 事事难料 明天和意外 根本不知道哪一个会先到来 当你遇到意外的时候 瞬间都是脑子一片空白的 然而你有幸活下来 说明你的命病没有到这个岁数 说明老天救了你一命 活着就是幸运的 要感激命运对自己的馈赠 人过五十 才发现 原来多少钱财在生死面前都是浮云 而人生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才是最重要的 到了一定年纪的我们 是要好好感谢老天对自己的眷顾 若不是这样 或许我们早已经在很多次意外中墨了 三 人过五十 接受平凡的人生 是你的福气 人这辈子 始终都要归于平凡 无论是谁 始终都要接受平凡的生活 接受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这是必然的结果 不是有钱人就过得不一样 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离不开平凡的一日三餐 我们都是平凡的人 都是不完美的 到了五十岁之后 无论我们的事业有没有成功 无论我们过得是穷是富 无论我们拥有多少社会地位 而平凡是我们的底色 我们始终都要接受 其实当你学会接受平凡的时候 恰是你福气到来的时候 人过五十 接受平凡 看淡名利 看淡得失 看淡成败 看淡变故 看淡起落无常 把心放宽 回归到平凡的小日子中来 不急不躁 不争不抢 让自己静下心来 过安定的日子 这是一种福气 是老天在帮你 给你一种安稳的生活 总是 人过五十之后 面对一切刚刚好 面对意外后 自己安然无恙 面对人生平凡 这三种情况 其实都是老天 给予你的一种福报 这会让我们后知后觉中发现 原来自己是幸运的 从此 活在当下 珍惜当下 善待身边的人 好好生活 知足地活着 不负时光 不负清 其实人过五十之后 我们还能有多长的路可以走 谁都不知道 未来会发生什么 一切都是未知数 我们不去想那么多 尽管做好自己 过好自己当下的生活 珍惜自己所拥有的 知足地活着 相信老天始终 都会看得现 每一个人认真生活的人 从而让美好和幸福 如约而至 两个人在一起 如果你有以下感觉 就是不爱了 一 引言 爱情 就像是一棵种子 它随着风飘荡 猝不及防落在了一个人的心里 渐渐生根发芽 甚至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乔治 塞维尔 夏克利说 爱情是无声的语言 它需要用心去聆听 爱上一个人时 觉得天空是晴朗的 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五颜六色与憧憬 曾经以为 遇到了生命中的真爱 只要与它在一起 余生就有意义 只要两个人坚定地相爱 相守 未来的路就能越走越幸福 可是 在柴米油盐的生活中 爱情不知在什么时候 就随风而逝了 爱与不爱 都是可以感觉得到的 当两个人在一起 如果你有以下感觉 就是不爱了 二 忽视它的存在 注意力不在它身上 从心底深爱一个人时 会将所有的注意力 都投放在它的身上 用尽所有的心思 去了解它的喜好 并且投其所好 为它付出 用尽所有的温情 去关心它的生活 给予它更多的关心 用尽所有的体贴 照顾它的情绪 给予它舒适的感觉 爱上一个人 总是会忍不住地对它付出 处处关心它 照顾它 仿佛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人和事 比它更重要 可是不爱了 你便开始忽视它的存在了 它在你身边 而你却无法关注 或体会到它的存在 你不知道它最近在做什么 不知道它现在 喜欢的口味是什么 不知道它最近 发生了什么事 忽略意味着你不再关心它 也没有再花时间和精力去在乎它了 在一段爱情中 如果你开始感到心不在焉 不再能真正地理解它的感受 那么可能就意味着 你已经不爱它了 三 不再为它而改变 或者妥协 爱情 会让陷入爱情漩涡的人 过分在意爱人的感受 愿意为了它而改变自己 甚至 为了成全它 而做出妥协的选择 马丁 路德 金曾经说过 爱情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 它能够促使人类做出惊人的事情 在《小妇人》这本书中 玛格丽特为了讨好自己心爱的人 她开始学习钢琴 尽管她并不是很喜欢弹钢琴 但是 为了获得心爱之人的认可 她认真学习 为了它而改变 并且 她和自己的心上人 约翰结了婚 如若 在一段爱情中 当你发现 你不再为它而改变 而是开始追求自我时 可能意味着你们之间的感情 已经产生了距离 当你 开始不再为爱人考虑 或改变自己时 这表明 你对他的爱减弱了 爱到深处 会失去理智 变得盲目 为了心爱的人 愿意不断放低自己的底线 不断做出改变 活成爱人欣赏与喜欢的样子 四 不再期待对方的回应和关心 真爱一个人 会从心底依赖他 渴望自己对他的付出 能得到回报 得到他的反馈 两个人真心相爱 愿意为了彼此的幸福而努力 愿意在生活中 用心去关心对方 并且做到事实有回应 爱一个人 会对爱人的承诺 充满期待 爱一个人 会无比地憧憬 未来的幸福生活 爱一个人 会事事顾及爱人的感受 体贴地待他 如若 在爱情中 你不再关心他说的话 也不再愿意对他表达你的爱 并且 不再期待他对你有任何付出 与回应 这意味着你已经不爱他了 因为不爱了 所以心中充满了失望 充满了绝望 不再对他有任何的期待 因为不爱了 所以对他的事 不想再过问 也不想再关心 只想简简单单地过自己的生活 仿佛他所有的一切都与你没有关系了 人生路上 遇到真爱 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遇到了 就要学会经营 尤其是走进婚姻后 如若产生了不爱的感觉 就要学会反省 积极和爱人一起沟通 采取行动力 及时修复婚姻的漏洞 重新填补心中的爱意 毕竟 婚姻除了爱情 还有责任 好的婚姻 就是在人生路上 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爱意 唤醒彼此之间的爱情 一次又一次的爱上对方 男人过了中年 最大的成功 就是富养妻子 人活着 每一步都有风景 少年时仗剑走天涯 中年时成家立业 老年时简单生活 所谓精彩一生 不过是从家庭走出去 打拼一阵子 然后走回来 作为男人 过了中年之后 生活不再那么忙碌 儿女也长大了 回头看 自己得到了什么 不过是 儿女外出 走父母曾经走过的路 留在身边的 是老伴 想要余生过得更好 抚养自己的妻子 家安人和 一 把心给妻子 家就安宁了 曾广贤文中说 两人一条心 有钱堪买金 一人一条心 无钱难买真 心在一起的夫妻 要赚钱是很容易的 并且一出门 钱就是两份 心散了 买真的钱都难赚 在生活的压力下 很多家庭 夫妻都是默默无闻的工作 缺少了轻轻我我 给人一种错觉 就是他不够爱你了 你也不想爱他了 事实上 相对无言的守望 是把浪漫降低了 回归到了理性和真实 男人若是悟透了爱情的真谛 把心给了妻子 夫妻的感情 就会慢慢走远 深层次的爱 不要挂在嘴边 而是彼此的感知 北宋的王安石 不仅做了宰相 在婚姻上 也是成功的 妻子无事 看到当时的成功人士 都有妻妾 于是大大方方的 买来一个妾 王安石面对貌美年轻的小妾 询问了其家庭情况 得知其家境贫寒 丈夫做生意亏本了 不得不卖妻还债 王安石果断送了一笔钱 让小妾回到原配丈夫身边 吴氏见了王安石的做法 被加赞赏 不管王安石被霸相 还是被启用 退隐 吴氏都不离不弃 夫妻相爱一生 看起来很简单 其实是用心换心 将心比心的过程 具体来说 男人可以做到三点 其一 学会倾听 让妻子充分表达 别摆出大男子主义 聊天顺畅了 内心的想法就吐露了 商议什么事情 都能达成共识 其二 冷静观察 对妻子的言行进行理解 避免歧义 你的观察和理解 会让妻子感受到被关注 信任 其三 坚持鼓励 给妻子更多前行的勇气 经过平时的互动 夫妻之间的共情力 就会提升 从而心有灵犀一点通 良好的默契感 造就和睦的家庭 也形成发展家业的力量 二 把钱给妻子 家就富有了 有一个公司职员 忽然被裁员了 家中还有房贷 并且刚刚要了二孩 大儿子再上小学 开销也不小 妻子为了照顾孩子 暂时离开了职场 面对家庭的种种困难 男人决定瞒着家人 去送外卖 每天早出晚归 告诉妻子 说自己加班 到了月底 把身上所有的钱 都给妻子 收入少了 加班多了 妻子明显感觉到不对劲 但是没有揭穿 半年过去了 男人仍旧没有找到新的工作 但是家庭 却有条不紊的进行 原来 丈夫外出的时候 妻子在家做手工 俗话说 婆娘管汉子 钱财满罐子 男人赚钱了 然后把钱交给妻子 看起来是很没面子的事情 尤其是男人抽烟喝酒 请朋友吃饭的时候 还得伸手向妻子讨钱 非常尴尬 对于家庭来说 面子算什么 日子才重要 利用女人普遍比较小气的特点 把钱管住了 精打细算过日子 家庭才能富起来 把钱给妻子 表面上是付了妻子的钱包 其实是付了自己的家庭 当男人过了中年 赚钱的能力慢慢下降 回头看家庭 还有一定的存款 那就是莫大的安慰 男人是大老粗 女人有巧手 这是最好的互补 若是男人把钱自己花 不肯多承担家庭的生活费用 那么家庭就会变得穷困 巧妇难为五米之炊 经营家庭就像一个单位 得有人赚钱 有人做会计 后勤等 三 把钱给妻子 家就旺盛了 都说 好女人旺三代 妻子能够旺家 关键是教育孩子和赡养老人两方方面 把家里的大权给了妻子 那就是对妻子的充分信任 我的一个上司 常常说 在单位 我是一把手 在家 我就是二把手 顺着他的话 能够想到很多的持家方式 也能看到他对妻子的信任 依赖 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白里希 她年轻的时候 家庭一贫如洗 妻子把家里唯一的母鸡炖了 然后送她外出求发展 本想 找到了好的工作 把妻儿接到身边一起过 但是白里希这一走 就是十几二十年 妻子靠洗衣服 逢补养活了儿子 当白里希到秦国做相国的时候 和妻子重逢 儿子孟明氏也长大了 令人欣慰的是 孟明氏并没有因为缺少父亲的教导 就堕落 而是有勇有谋 做了将军 男人在中年的时候 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 不能顾了外头 又顾着家庭 倒不如把家里的管理大权 交给妻子 等过了中年 男人就会感受到 做二把手的好处 低头汉子 养脸婆 家庭里 男人一低头 妻子就更有主观能动性了 妻人就是妻己 妻人也是妻己 夫妻一辈子 不是儿女 不是儿女 是爱人 当家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虔诚 时 唯有爱人 唯有爱人 和你一成又一成 从今往后 珍惜枕边人 别辜负了 好能的四个不良习惯 请及时戒掉 一 卷手语 乌生司机说 你如果养成了好习惯 你会一辈子享受不尽他的利息 要是养成了坏习惯 你会一辈子都偿还不完他的债务 习惯 如同一根绳子 会对一个人的思想和行动产生很大的束缚力 时间越长 习惯的作用力就越大 如果养成太多不好的习惯 会让一个人往后的生活越来越累 陷入一些不利于身心健康的习惯中 会消耗你的能量 好能的四个不良习惯 请及时戒掉 二 做事 习惯拖延 拖延 总是在悄悄消耗一个人的时间 精力 拖慢一个人的脚步 跟闺蜜聊天 她的负面情绪很重 失业和家庭都遇到点问题 孩子也不让她省心 我建议她要面对现实 努力解决问题 她反思了一下 觉得自己的问题 来自于拖延太厉害了 之前 她因为项目出现了点问题 一直拖着不想解决 手里的工作就开始堆积 答应老公去给车做保养 给父母准备些过节的礼品 可忙起来没空去做这些事情 惹得老公不大乐意 项目的问题终于解决了 觉得很累 精神放松下来了 什么都不想干 答应孩子去游乐场玩 突然不想去了 告诉她下个礼拜再说 孩子就开始哭闹 仔细想想 闺蜜发现问题都出在自己身上 喜欢拖延的人 总是想着 先让自己休息一下 再去做事 先让自己享受一下 再去做应该做的事 越拖延 消耗的能量就越多 拖延到最后 事情错过了最佳处理期 就有可能导致更大的矛盾和问题出现 林肯说 要立即行动 不要拖延 喜欢拖延的人 一直内耗 浪费时间 养成不好的习惯 生活节奏全部被打乱 做事很难有较高的效率 最终 所有的后果 都需要自己来买单 三 消极的态度 容易内耗 人在遭受巨大的打击之后 容易出现极度悲观的情绪 若是 不善于调整自己的心态 任由自己跌入负面情绪之中 不断内耗 最终会让自己感觉不到这世间的美好 找不到活下去的意义 长相思中的屠山景 遭受非人折磨 被小妖所救 却没有生的意志 直到她知道小妖是女人 动了情 眼里才有了希望 当她见到小妖在梅林遭到虐杀 她的信念被击碎了 她不愿意逃跑 存了殉情之心 悲痛欲绝 没有了一点想活下去的念头 希望变成绝望 不再留恋红尘 沉浸在悲痛的情绪中 不惜毁灭一切 去求一个解脱 态度消极的人 会快速消耗掉自己的能量 消耗掉自己的希望 美好 以及自我信念 吉格斯说 态度决定成败 无论情况好坏 都要抱着积极的态度 莫让沮丧取代热心 要知道 这时间没有人可以感同身受 也没有人可以把你从这个深渊中拉出来 能救你的 往往只有你自己 四 熬夜 经常睡眠不足 近几年 有很多报道与年轻人猝死有关 而导致这种意外发生的主要原因 就是长时间熬夜 生活压力太大 大多数人 白天工作太忙 晚上不睡 开启丰富的夜生活 到了晚上 和三五个朋友 蹦迪 喝酒 唱歌 撸串 怎么开心 怎么来 让自己的精神 处于极度的亢奋中 动不动就嗨到天明 之前 我有个朋友 很喜欢熬夜 我问他 为何每天要出去喝酒 唱歌 他说能减压 实际上 只是半年的时间 他由于长期睡眠不足 身体就出现了问题 熬夜 看似让自己过得很开心 可是 第二天会因为睡眠不足 让自己的身体加负荷的工作 精神是过瘾了 可身体吃不消 熬夜 会不断消耗自己的精力 轻则头昏脑炸 重则内脏受损 致癌的风险增加 五 与低层次的人打交道 被消耗 人和人之间 是不一样的 有时 与某些人相处 会让你觉得 从头到脚都不舒服 多说几句话 都会觉得讨厌 还有的人 与之相处 感觉太累了 需要不断地猜 对方的心思 动不动就被算计 得到的都是生气 愤恨和委屈的情绪 对于人品不好 又或者低层次的人 不管认识的时间多长 也不管是否有血缘关系 要选择远离 若是和低层次的人交往 就会发现自己被不断消耗 三观不符 目标不一致 这样的人 想进入你的世界 关上门 对他说声抱歉 一别两宽 各自安好 人生路上 学会爱自己 戒掉自己的不良习惯 每一个不良的习惯 都有可能 带你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 让你的未来变得暗淡无光 人生路坎坷难行 没人可以对你的喜怒哀乐感同身受 照顾好自己 好好体验人生 养成好习惯 过好自己的生活 人这一辈子 想开了 福气就来了一 有个词语叫做简自负 本义是说 春蚕吐司未简 将自己果付其中 比喻弄巧成桌 自作自受 你为食魔过得不开心 总是想七想八 并不是你没有饭吃 没有衣穿 更不是你流落街头了 而是你的思维模式有问题 对事物的认知不够深刻 还被事物的表象所迷惑 无形之中就把自己困住了 我想 人这一辈子 是由命运 家庭 感情 金钱 地位 年龄等要素构成的 看似复杂多变 其实你学会了 剥茧抽丝 你会发现越来越简单 当你懂得了 去凡存茧的道理 想开了 心胸 就豁然开朗了 福气就来了 二 命运 命里有一尺 难求一丈 要学会变通 每个人都要学会认命 不能够追求命运之外的东西 有些东西 你就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也是没有办法得到的 也不能去改变 比方说 你的家门口有一座大山 阻挡了你的视线 你想要把大山移开 你可以学习 渔公移山的做法 把大山一点一点挖开 把泥土清理掉 若干年之后 大山就不限了 你的想法 你的想法很好 但是移山的成本很高 你多半会半途而废 聪明的人 会权衡利弊 把家搬到山的另一边去 让大山不再阻挡自己的事业 而是成为自己的靠山 做人 要学会变通 不能够与命运蛮横的对筑感 时代在发展 我们不能用过去的眼光 看现在的问题 要善于改变自己 紧跟时代发展 改变可以改变的 接受不能改变的 要懂得顺着命运 发展的规律和方向 努力拼搏 改变命运 就像顺水推舟一样容易了 三 家庭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幸福在别人家 也在自己家 你总是以为 别人家很好过 自己家很难过 很多人的口头禅 就是 你看看隔壁家老王 你看看别人的孩子 你看看别人两口子 隔壁老王很努力 买车买房不费力 会读书的孩子 都是别人家的 乖巧懂事的孩子 注定不是自己家的 别人两口子牵手逛街 有说有笑过日子 哎 魏石魔自己嫁错了人 娶错了妻 还要被孩子折磨 其实 你和谁一起过日子 家庭都不会令人满意 但也不比别人家差 俗话说 家丑不外扬 别人家把丑事掩盖好了 把幸福亮出来了 当然就引起了你的嫉妒 也许 别人家常常闹离婚 协议书都写好了 却没有告诉你 家家都有不一样的幸福 只是你没有去挖掘 不会读书的孩子 在家里很勤快 性格很阳光 也是优点 不会赚钱的男人 很老实 从来不会撒谎 真的很靠谱 大大咧咧的女人 心地善良 令人温暖 换一个角度看家庭 事事都顺意 自家和别人家比 关键看比哪一方面 4.感情 付出多少 得到多少 小气抠门的人 一无所得 常常听人抱怨 我心眼很好 工资不少 为人很老实 尝得也不错 为食膜三十多岁了 还是截然一身 你为食膜一直单身 是不是你要求太高 还是你的生活圈太小 还是你的父母 对你很苛刻 还是你很穷 是不是你的性格 很内向 当你抱怨的时候 反思自己的一言一行 你会找到 单身的癥结所在 感情 其实是有舍有的的过程 你付出多少 就得到多少 一个请吃一顿饭 都困难的男人 就别去相亲了 一个连认真听 别人说话 都没有心思的女人 就别指望嫁出去了 感情是相互的 你付出了真爱 就会收获真爱 恋爱没有固定模式 你设立的条条框框 其实是自以为式的表现 公主也可以爱上穷小子 还有什么不可能的呢 爱情如此 有情 亲情 同学情 占有情 同事情 都是如此 你敬人一尺 别人敬你一丈 你可以占便宜 但不能占的太多 不要打破感情的天平 五 金钱 钱多钱少 够用就好 知足者 财务自由 越来越多的人 希望自己早点实现财务自由 梦想是美好的 但是欲望却是无穷大的 你在追梦的过程中 放大了欲望 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得到什么才行 人哪 光溜溜来到世上 赤条条离开世界 钱就是从你的手里过了一下 你并没有真正拥有钱 真正的财务自由 是一种知足常乐的心态 而不会局限于金钱本身 有人一百万就实现财务自由了 他过住极简的生活 还放弃了城里的大房子 回老家去种菜养猪 自己自足 好不逍遥 人这一生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但是适可而止的想法 会让你活得很快乐 不会天天想住如何发大财 放下欲望 心境就是福气 六 地位 党官需为民 无官义身轻 各有千秋 高层的人 收入多 但是责任很大 精神上的压力很大 没有做出成绩的人 很容易从高层跌下来 摔得鼻青脸肿 我的一个同学在酒店当大堂经理 工资是服务员的三倍 刚开始 他很得意 因为有很多朋友常常来酒店照顾生意 提高了他的业绩 后来他的朋友们很少来酒店消费了 他的业绩直线下滑 被老板解雇了 狠长一段时间都找不到工作 颜面尽失 低层次的人 收入不高 但是压力相对较小 万一失业了 也不会很失望 可以迅速找到新的工作 不会觉得很丢脸 地位高低并不重要 重要是做人的人品 处事的原则 金杯银杯 不如群众的口碑 只要用心工作 用心帮助别人 那么就是地位高的人 地位高 不等于有福气 地位低不是没有福气 都有福气 关键 看你从哪些方面去看 七 年龄 谁都会变老 在变老的路上 还要努力变好 时间一直在走 石头牛也拉不住 你的年龄在增长 这是不可以逆转的事情 你看到白发苍苍的自己 忽然很伤感 觉得人生没有笨头了 其实 你在变老的时候 别人也在变老 你还会发现 有的人越老越值钱 你想要留住青春 那就努力变成一个有价值的人 多读书 多帮助别人 多关心家人 多宣扬正能量 一个好人 不管多大年纪 都是好人 年龄的变化 对他来说 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一个人变得越来越好了 是可以忘记年龄的 八 俗话说 有福不用忙 无福跑断场 人这一辈子 看开了 想通了 心情就轻松了 所有的癥结都打开了 人这一辈子 学会从多角度看世界 不再抱怨人生 不再害怕苦难 生活就从容了 人这一辈子 坚持到底是勇气 学会放弃是智慧 得不到的都放下 看不透的都别看 能够把握的 牢牢把握 让自己的坚持 变得更加有意义 就是最好的人生 泡菜效应 靠谁 不如靠自己 有人做过这样一个实验 把同样的蔬菜 放入不同的水里 浸泡了几天 然后拿出来煮熟 尝过之后 发现味道不一样 这就是心理学上 泡菜效应 环境对人的成长 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人和环境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活一辈子 都离不开环境 大环境是全世界 中等的环境是某座城市 小环境是家庭 小区 工作场所 如果你使尽依赖环境 说明你没有活明白 会被人群淹没 失去自我 如果你积极地创造环境 那么你就会变成社会上的强者 和环境相得益彰 天意弄人 是对的 人定胜天 也是对的 不管遭遇哪一种情况 靠自己 你就会越走越顺 弱者的社交 难免是为别人垫背 俗话说 弱国无外交 无备当自强 当你周围的人 都很强势的时候 你不图自立 还想办法去巴结别人 希望有人来一把 那么你不仅难以得到强者的支持 还可能变成强者的垫脚石 北宋时 宋真宗和辽国签订了禅渊之盟 按照盟约 宋国每年都要向辽 西夏进贡银子 绸缎等 在国主生日时 还要去送贺礼 到了南宋时 高宗 孝宗等 对金国低头 金国送来国书 孝宗要放低姿态 用臣子的礼仪去迎接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 孝宗决定派使者去金国 但是朝中大臣 不敢接受任务 当任务落到范城大头上时 他说 我已经安排了后世 一事无成 一无所有的人 想要得到环境的青睐 借助外部的大圈子 无疑是自残行贿 就像宋朝和辽国 金国的关系一样 费力不讨好 人穷 要有骨气 不要加入不属于你的泡菜坛子 正所谓 不是你的菜 别伸出筷子 古人说 穷则独善其身 就是告诉我们 你要有独来独往的勇气 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能够做成什么 盲目讨好别人 说阿谀奉承的话 不会得到什么好处 反而会让对方觉得 你好欺负 做人不要做软柿子 要做一粒小石头 虽然两者都很卑微 但是软柿子好捏 小石头却会磕手 二 强者的社交 就是与别人互抬 一个强大的人身边 会有很多的人 但是他不会广泛结交 而是找到同样强大的人 互助互帮 那些很弱小的人 在强者眼里 是不值一提的 大宇在位时 有一个叫怡迪的人 很会酿酒 大宇喝了他做的酒 赞不绝口 转念一想 又说 后代一定会有人 因为喝酒而亡国 说完 他放下酒杯 疏远了一笛 还戒掉了酒 很明显 一笛想要在大宇身边 混出名堂 最后以失败告终 大宇要结交的人 是姚帝 顺帝之类的人 需要一群贤惠的大臣 而不是一个怂恿他享受生活的酿酒师 强者需要找到自己的泡菜坛子 同时远离降低你的档次的泡菜坛子 你是高端的酸菜 就不要和黄菜叶一起混了 螃蟹效应告诉我们 如果强者身边围着很多的弱者 那么他会被弱者拉下去 多折腾几次 强者就跌落到低谷了 也就是我们经常聊到的 见不得别人好 东汉末年 赤壁之战后 刘备身价大长 马超 赵云等人 先后归顺 最难得的是 属地的刘章 打开城门接纳刘备 刘章说 百姓攻占三年 积高曹野者 以张固野 和心能安 实时务者为俊杰 这是刘章的做法 事实上 他又何尝不是 积极加入刘备做的泡菜坛子 一个人变得强大之后 起码有两种好处 和你一样强大的人 可以合作共事 比你弱小的人 会归顺于你 增强你的实力 前提是 你得创造自己的强大 有独当一面的气魄和智慧 三 加入或创造优秀的圈子 才能取长不短 让自己获利 明代崇祯年间 福建的莆田和鲜游 两个地方的人都爱读书 都期盼考取功名 事实证明 莆田的学生更有出息 还出现了七代禁食家族 先游人果断决定 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莆田的学校去读书 为此 还引发了莆田人的不满 因为本地的教育资源有限 不能随便被人瓜分了 北宋时 帝都的教育很发达 因此很多人去周边 买地买房安家 为了杜绝有人随意在京城落户 和参与科考 宋仁宗还制定了户籍七年以上 才能参加科考之类的规矩 以此可见 强者的终极目标 不仅仅是自己变强大 还要拉一个很优秀的圈子 让同样优秀的人加入 或者说 强者善于选择圈子 在不同的级别 加入不同的圈子 要明白 泡菜本身 也是有三六九等的 饭桌上 一碗泡菜 一碗西红柿 一碗红烧肉 就显得非常丰盛了 这样的丰盛 不是泡菜自己能独立完成的 做人 若是有了强大的磁场 外部的环境 就会彻底发生改变 冰熊熊一个 将熊熊一窝 四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近吉者强 你要有所作为 既要自己做优质的泡菜 还要积极地影响别人 简而言之 就是环境和你 相得益彰 适应环境 更换环境 创造环境 如果你是一块普通的菜叶 别灰心丧气 当你变成了高端的泡菜 就好了 当你拥有一个高端的菜坛子 就更好了 人来到世上 唯有在变好中 才能享受福气 若非如此 白来一趟 夫妻能不能相伴到老 上天早就注定好了 大家都知道 说爱很容易 但牵手却很难 牵手很容易 但相守却很难 相伴很容易 但是相伴到老 却很难 相伴到老 听上去像是一个很浪漫的词 可是这种浪漫 往往会消磨殆尽 被现实取代 尽管我们都向往那些 相伴到老的夫妻 可是真正能够做到的 好像寥寥无几 有多少天荒地老的誓言 有多少因爱走到一起的夫妻 都在半路而走散了 相伴到老这个词 实在是不敢随意拿出来说了 后知后觉才发现 其实夫妻能不能相伴到老 上天早就是注定好了的 一 三观决定能走多远三观 是夫妻之间非常重要的东西 甚至可以决定一对夫妻 能走多远 两个三观一致的人 基本上是不会有什么争吵的 相处起来也感觉不到累 你一言他一言 每天都有共同话题 能久谈不厌 只因真正三观一致的伴侣 是舒服的 是轻松的 是开心的 虽说三观一致 并不是要求两个 热习好和思维方式完全一样 但彼此之间能够求同存异 懂得包容和欣赏 就足够了 否则 你跟他分享快乐 他觉得你在显摆 你跟他倾诉难过 他觉得你是矫情 这样相处下来 简直比班庄还累 甚至到最后 连吵架都不在一个点上 这样下来 两个人早晚会一拍而散 所以说 三观才是感情里的内核 三观不合的两个人 是无法长远的 婚姻是需要有三观基础的 婚后的两个人在一起相处 也根本就离不开三观 步调如果不一致 无法相互迁就 那么早晚会形同末路 分道扬镳 使婚姻能够稳定长久的 从来都是三观 共享一日三餐 过好一年四季 二 彼此是否信任信任的夫妻 永远不会轻易地的猜忌和怀疑 可是不信任的夫妻 整天都充满了猜疑和不信任 彼此之间就有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这种没有信任基础的感情 是走不到多远的 连信任都没有了 那么在牢固的关系 也会逐渐开始有隔阂 感情会有裂痕 尤其是有些夫妻 只是分开一小段时间而已 只是出个差 或者分居一下 就各种猜忌 甚至还以为对方 在外面有了情人 这显然是不信任 太喜欢猜疑了 这样的两个人 早晚会闹出事情出来 但是一对相互信任的夫妻 他们是不会相互猜忌和怀疑的 而是会努力地维护好 彼此之间的感情 毕竟夫妻之间 不应该存在任何心颜子 坦诚相待 才是好夫妻 事实就是如此 既然是夫妻 也就是彼此最信任 最亲的人 有什么不能相信的呢 婚姻中 就不应该有太多的心眼 不仅伤害感情 自己也累 不幸可以去看看 那些没有信任基础 相互猜忌的夫妻 基本都是走不到最后的 只因他们心颜子太多了 关系破裂 也不过是是假问题 三 是否懂得感恩夫妻 能否相伴到老 不仅取决于彼此的深情厚意 还与双方是否懂得感恩息息相关 一个懂得感恩的丈夫或妻子 会珍惜对方为自己做的一切 不会把对方的付出 当成是理所当然 会用相同方式来回馈对方 这种感激之情 会化作爱的力量 让彼此在相互扶持中走得更远 同时 感恩之心 也能让夫妻在生活中相互理解 体谅对方的艰辛与付出 当一方遇到挫折时 另一方会感恩对方的陪伴与支持 而不是抱怨和指责 当一方取得成就时 另一方也会为对方的成功感到高兴 而不是嫉妒和不满 懂得感恩的人 婚姻自然是不会差的 越是懂得感恩 越是知道体谅彼此 因为一切的一切 都不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只是一方付出 另一方不当回事 那么久而久之 这当然是不公平的 是不尽人意的 对方内心会不平衡 如果不懂得感恩 就等于是无情无义 无视了自己的另一半 不懂得相对应的付出 所以 两个人在一起不容易 幸福是来之不易的 夫妻两人 应当懂得感恩 体谅彼此 才能够相尽如宾 一路上都被温暖所感动 报复一个人 不要明着来 暗中做到这几点 就赢了 培根在随笔的复仇论中提到 报复是一种弱者的行为 而真正的胜利是超越仇恨 宽容与和平共舞 在面对个人冲突时 有人主张明面报复 但更加高明的方式是暗中失为 这种隐秘的策略 能够让我们在报复的过程中保持优势 我们应该明智地运用这些策略 以避免陷入仇恨的恶性循环 如果你要报复一个人 不要成体肤之勇 暗中做到下面三点 你早已经碾压是胜利了 一 切勿疯狂出击 默默耕耘才是胜利 勾剑被楚国打败后 被迫流亡 他回到吴国后并没有认输 而是秘密地组织起一支抵抗力量 并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军事准备 为了增加自己对复仇的决心 他握心尝胆 以此鞭策自己的复仇大业 经过多年的准备和努力 勾剑最终成功地打败了楚国 并将吴国重新带回了辉煌的时代 当你遭受他人的伤害与背叛时 内心的怒火或许会像火山一般喷发 但请容我告诉你 沉稳思考才是取得胜利的关键 与其疯狂出击 不如默默耕耘 在伤害的阴霾中 你可以选择将自己埋头苦干 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只有通过持续的努力 你才能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 获得真正的胜利 二、以善意面对他人 仁慈胜于报复 当你选择以善意面对他人 你不仅在散播温暖 更在赢得尊重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赢得真正的胜利 三、追求内心的平静 超越仇恨的桎梏 曼德拉以其坚定的信念和非暴力的抗争方式而闻名 他在南非的种族隔离时期 积极参与了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斗争 在他的斗争过程中 曼德拉并没有被仇恨和愤怒所驱使 而是追求内心的平静和超越仇恨的桎梏 曼德拉在被捕和被判处终身监禁后 仍然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和对和平的追求 他在监狱中写了许多信件和日记 表达了对和平的渴望 仇恨是一种捆绑人心的枷锁 而我们应该追求内心的平静与和平 放下仇恨 超越过去的伤痛 这才是真正的胜利之道 通过冥想与自省 我们可以洗涤内心的污垢 让宁静与宽恕充盈我们的灵魂 追求内心的平静并不意外着我们放下过往种种 而是舍弃仇恨的桎梏 我们才能在内心找到真正的胜利与自由 当我们深入思考报复的真正含义时 我们会发现 报复并不能带来真正的胜利 虽然冲动的报复可能会给我们一时的满足感 但它只会加剧仇恨和矛盾 进一步破坏人际关系 相反 我们切勿疯狂出击 默默耕耘自有胜算 以善意面对他人 仁慈胜于报复 追求内心的平静 超越仇恨的桎梏 真正的胜利不在于报复 而在于心灵的救赎和境界的升华 当我们能够超越个人利益 关注整体利益时 我们才能真正赢得胜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